上次和大家分享到一些床褥的分類 以及試床褥的方法 今集我們就找來室內設計師 和我們分享一下睡房的設計心得 以及如何選擇一張漂亮的床褥 配合你的睡房設計 其實如果你說睡床和空間睡房比例的關係 我個人都會覺得睡房不太需要很寬闊 而是你會想留下多少通道和活動空間 在睡房內 因為畢竟你入睡房其實是休息 你在床上睡得舒服 一個大小適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選擇床褥的尺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點 是它的尺寸名稱 一般很多人都會說Single、Double、Queen、King 但其實這幾個代名詞 在床褥的尺寸不同品牌來說 都沒有一個指定的標準 我想一般比較容易區分 直接說回你要的尺寸 這樣可能會對於品牌 或者Salesi那邊都會容易清晰 除了大小的長闊的尺寸 厚度是很直接關乎床架的選擇 所以知道自己要什麼厚度的床褥 然後再選擇合適合的床架 其實Temper的床褥本身都有很多彈性的選項 因為坊間有很多指定尺寸的床褥都會限制用家的選擇 但Temper可以自己去定尺寸 你要加長可以 因應空間 縮短定制也可以 Temper他們當然有自己的有壓床架 儲物當然可以匯控制度 也有床頭版的選項 不用怕一些床褥賣座 但跟床架不配合 一套的東西永遠都是最合適的 我會覺得其實在這麼彈性的選項 都挺適合在香港使用 聽了這麼多選擇床褥的小貼士之後 是否都心動動想買一張新床褥呢 什麼床褥才叫划算划算呢 就讓我用財經主播的身份給大家一些提示 其實一張好的床褥 隨時用上8至10年 就像Temper床褥一樣 就有10年的免費保養 而且還不易變形 又令人放鬆舒服 除開每個月真是物有所值 就做了兩年 不醜